本该为人诗表,到头来却落得个阶下囚 本想尽忠尽孝,不成想,却事与愿违,悔恨难当 爱他,却又伤害了他 善变,忏悔录正在播出 《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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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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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听起来就有些牵强 可是事实上 就是她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那个徐平认为 对老人不孝顺的女人 我爱人 对人到来 在小金父母这个问题上 分歧很大 事情还要从2008年 4月20日说起 这天身为中学教师的徐平 为了贴补家用 在业余时间开启了黑车 当天她挣到了几十元钱 就随口和妻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明白一只鸡鸡 给我母亲补身体 这两天她的这个 这个身体不太好 你看销售了 整个人销售了 她就一天就 很生气了 你怎么又想起来 拿钱又买鸡 买什么东西 就补给身体了 而且她嘴巴里面 就带着脏话了 就这样 徐平夫妻二人起了争执 看着妻子泼妇般的样子 徐平懊恼地想 当初不是怎么就看上 眼前这个女人了呢 当时是 非常的气愤 其实很多以悲剧结束的故事都是以幸福作为开始的 一个不小的变化 她不得不开始学着节俭过日子了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在徐平夫妻的身上 相反 他们的日子过得却温馨而幸福 我好像两个人之间没的问题 在感情上就是 一个人要管 我的最贵的衣服是他买的 他的最贵的衣服也是我买的 虽然没值多少钱 但是对于医生 就是自己穿的最贵的衣服都是他服用自己买的 可是唯一在一件事情上 夫妻俩开始产生了分歧 那就是如何孝敬老人 徐平家里有六个兄弟姊妹 徐平是最小的一个 在家里面可能也因我最小 亲眼见到他们太多太多的辛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又想 在哪个正经人的女孩 好好地孝敬她自己的父母 因为她的家庭挺好 她嫁得我兄弟的和我兄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她认为她亏了 那时候徐平的父母亲年龄已经很大了 又没有什么能力 也就只能在农活上帮助徐平 有一次徐平早上出门上班时 看到父亲在帮助自己离地 他就交代妻子 中午给父亲做好午饭 但是徐平晚上下班回了以后 才发现父亲中午并没有来家里吃饭 他就告诉我 没得 我说你很难没得 他就没得 他就怪他妻子 说你为什么当时不叫一声 这就是全都是你不孝顺的地方 徐平情急之下 埋怨起妻子来 并没有想清楚父亲 没有来吃饭的真正原因 在于他自己的疏忽 因为在他的心里 早就给妻子打上了不孝顺的标签 我也跟我父亲说了 我说 我说他的媳妇已经 中午会给他做好饭菜去了 去家里面吃饭 最后见到人的心情情况 没有说 一般老人就要人家来吃饭 但是人以我的想法里 这不就关心了 然后我父亲 我人的本身他就 就是有点干强 可能我媳妇没有亲他 他就没有过来 如果你交代清楚了以后 你妻子没做好 那就是你的妻子的问题 你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他妻子任何一个语言 对他父母说的一句话 做的一个行为 他在他的阶读 就是不孝顺 就是这样一件 在别人眼里 很平常的家庭小事 却在徐平的心里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父亲是一段两年过程 才回家来 肯定口眼口 没吃饭 空着肚子 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七十岁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 我觉得我媳妇做得很不好 如果说吃饭这件事 妻子的做法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更让徐平无法忍受了 有一次徐平想在去上班的路上 顺便去看望一下 在地里劳作的父母 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家里面有水果 我就给他 一次拿了一个水果 带一段水 我准备去田里面 这个时候我徐平就住在门口 他时候都不让我出门 他就是我满意 我兄弟孝顺父母 我摘到东西一定要走 他也要出门 我出门 然后这一步呢 恰到被我 幼夫来我家 看到了 当时我弟妹就抢过来了 就把这两个瓶口 抢过来以后 摔在地下 用那个脚 把那两个瓶口插了 我幼夫就 骑在那里蹲脚 真正在那里蹲脚 就打妈他不是人 妈他自己蹲脚不是人 徐平妻子的行为 确实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畴 但是让徐平更加不能理解的是 妻子不光是对公婆这样 对他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 我其实他最主要是 最终是 最终是一种潜意识的 他也没有过一些 大高公父亲或者妈公母亲 没有就是过一些 可以为我一个事情去这样做 老婆的理解 有认为是这么多姊妹 为什么你 三番五次就是你给 你出 为什么国家挤 他们为什么不给 他总认为 小金岛的事情要干比例 我们姊妹比较多 好像我过多地做了这个事情 即便是妻子对父母不孝顺 那么作为为人师表的徐平 也不至于因此而杀人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徐平对自己的妻子痛下杀手呢 夫妻暗战 磨去了几多恩爱 我觉得害到十年 就是他让我不如意 反目成仇 以瞬间阴阳相隔 我有这个手机室 妹妹夫妻 善变 忏悔路 正在不出 2016年6月16日 贵州省王武监狱的民警 来到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徐平家里 看望他的家人 我们是王武监狱的 我们今天对徐平家放 那要走 那要走 这是我夫妻 徐平的夫妻 我是王武监狱 我父亲也知道农村主任 我叫李恩刚 这个是他们的监狱长 某区长 你好你好 没有没有 是徐平母亲是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坐到来坐到 你们两人家先坐着吧 那人家今天多大 八十二 八十二是吧 对 徐平母亲今天好多来来来 八十三 你好八十三 你还年龄还大一点 我今天是 对 因为这次应该是徐平向我们提出申请 想看下自己的父母和小孩 我们今天就是代表监狱 看下徐平家里面的情况 看家里面有什么困难 或者希望我们进行帮助 我们徐平的一个想法 就是想面对面和父母 见一下面 像不像呢 像不像见呢 什么不像呢 哦 哦对 二哥老家二哥徐平现在在里面很好 很好以后呢 他现在已经减三次性 减三次性 现在还有十三年多一点 十三年多一点 按照他现在的这个表现比较好 比较好嘛 就是如果说是还有过七年 如果正常了还有过七年 多少年他就会回来了 徐平妈妈 你对儿子有什么有点想法 我不对想法 哎 讲解是不能够出事 老人的一声感叹 把我们又带回到案发前的 那个夜晚 徐平和妻子因为孝敬母亲的事 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徐平已经记不清楚 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争吵与冷战 妻子的态度 已经越来越让徐平感到了厌倦 我学习讲起来比较讲的脾气 很快的然后不注意 比如说我有宽宽上的房子 我不能把我的父母寄到家里面来做 我会把这东西规矩 规矩于他 他妻子一个小的语言 一个小的动作 他都会这样的认知 这个时候徐平开始后悔 当初自己的决定太过草率 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结婚时 徐平就发现过妻子 对他自己的母亲进行过辱骂的行为 真的不能用理解 我觉得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说说无理自己 或者我说打不下 在我的思维里面就是这样的 父母再两个错 都不可能已经瞒自己的父母 虽然后来徐平原谅了妻子 可是在他内心深处 已经给妻子打上了 不孝顺老人这样的标签 妻子之后几乎所有的行为 都可能被扣上那个特有的含义 以至于后来徐平曾经一气之下 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我说我大孩子就 整个家归你决心 开始的时候他答应了 我弟妹答应了 但隔了一年去吧 他又不同意了 后来他直接告诉我 冷静的 而且是不太胸光的告诉我 他说他放这也不要 还有一种他也不要 但是我也比休想得到 他就带一种很无疑那种 比方的眼神 他能够 他觉得我孩子的生命就行 妻子的神情让徐平彻底害怕了 他似乎看到了一幕家庭惨剧即将发生 因为在他看来 妻子激动起来是不及后果的 而在2008年4月20日案发的当晚 徐平又看到妻子那种决绝的眼神 一股寒意从徐平心底升起 瞬间又化成了愤怒的火焰 他决定 这一次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愿 去孝敬母亲 我说我 难道我这个你不住时 我就不住了眼神 我就不住一族了 我非得要一族 徐平一反常态的举动 更加激怒了妻子 这时妻子的话语越来越难听 最后还发展到了咒骂的程度 他又站起来问我是不是要打他 问我是不是要打他 我跟他说 我想说你 问你在怎样 我真的要打你 只要一意到不满意的时候 他都会非常暴躁 非常暴躁 他要教我指导的 指导的都会读我打 读我打了 人家是口里面很小准的 带着脏话 他也不是那种 那种好吃懒猪的 他也不是那种 就是性格 性格造成的 这个后果是性格造成的 然后我很期待 我前面的情况下 可能也是死心底 我是打了 打了 应该是几下打了 亮一下 开始打了头部应该是亮一下 他就用小孩玩了一个玩具锤 就从老婆的这个头部 梦击了几下 然后最后一切打中了 打中了 然后就打了咒 摔在那个地上 我永远是个 受洗死 没呼吸 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失去了 留给徐平是无限的悔恨 和对亲人的思念 2016年6月16日 贵州省王武监狱的民警 去看望徐平妻子的父母 同时也带去了徐平的忏悔视频 徐平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我们带着他的忏悔 到他的受害者 也就是说他妻子的家庭里面 给他一个 就是给他忏悔的机会 这两位同时爱女的老人 至今还不能原谅徐平 甚至也不愿意看徐平的忏悔视频 爸爸 老妈 你们好 可能到今天 你们都无法原谅我 就是我自己 我都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我希望你们健康 我希望你们 不要让怀恨 不要让怀恨 就是对我的这个严恨 这样对自己有好 如果有机会 如果只要你们愿意 我一定会和小伟 好好的照顾你们 2010年6月1日 徐平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徐平原单位的领导 来到贵州省王武监狱 宣布开除徐平 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日子 当时他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大家老师 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都觉得很惊惨的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他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当他出当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质疑 非常地扣持 然后他当时瞪着眼睛 看到我有点失神 有点失神 失神的眼睛看到我 我感觉是很惊惨 很难战 出当时感觉非常地扣持 自己还要教授与人 教授与人 然后女人只要家里面 出了一小矛盾 不能够整个人处理它 我用手艺帮那种保虑 一借起 把问题不经不建议 给家里带得很一定自在 背负着对家人的愧疚 徐平的改造生活并不顺利 有一次徐平竟然在监狱里 实施了一次自杀行为 虽然因为监狱民警的 即使发现没有造成后果 但是这也表现出 徐平性格上的严重问题 下一步咱们监狱工作重点 是要严格落实 习近平总数据 对监狱工作提出来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司法部 以及咱们贵州监狱系统 的监狱工作会议精神 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要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针对徐平心理上的缺陷 贵州省王武监狱 专门制定了针对徐平的 心理矫制方案 其中利用亲近的力量 来帮助徐平治愈心理疾患 也是内容之一 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特别孝顺 有孝心 他跟我说 他从来到今年30多岁了 从来30多年 没有过过一次生日 对我的过程的思维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酒吧里面喝酒啊 舞艇里面跳个舞啊 唱个歌啊 这种女士 都是谁 那种享受一种的生活 在我父母没过上 我就觉得不一样 所以我父母在外面的时候 也没过过生日 所以到现在 我也没过过生日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但是呢 我们通过心理咨询的时候 我们知道30多年了 你都没有过过生日 所以今天呢 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这也是一个新生的蛋糕啊 希望你在以后的改造中 顺顺利利的 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 他一家子 来来 许一个愿好吗 来 我们许一个愿 来来来 希望给你的父母 尝尝你这个新生的蛋糕 好不好吃啊 在亲情会见的时候 给徐平过生日 是王武监狱 心理角质中心民警 针对徐平的心理状态 进行了一次特殊的 心理角质的环节 我们角质中心送这个蛋糕的目的 是就是一个是想完成一个 他没有过过生日的这样一个愿望 而且希望给他一个 这个蛋糕我们起名叫新生蛋糕 希望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走向新生 当时他确实很激动 还我看他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其实应该说对他的心灵 是有触动的这样一个活动 找到了他这个这个点嘛 就是我们做心理咨询 就是有时候一个触发点 可以让他有本质性的改变 今天在这 算一 好 iTunes 我们下车 这个 本水 非常 甚至 原 Election 下车 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离死彼》谁又能说得清楚 爱他 恨他都化作往事唏嘘 《生离死彼》 《生离死彼》 同时用家属这种情况协助监狱改造罪犯 《生离死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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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 我们老母亲 你好 四个时间 坐着 好 我老父亲 你好 其实你说 你好 请走 请走 这个我们府街友张 我哥 我上哥 我书里说 请走 请走 这个我是県有的 风光県有的府私用 是学评的光临团景 是我的领导 今天很欢迎你们 到県有来看好学评 我们一到来做熙平的工作 一到关心他 我们也了解到熙平在家里门情况 相对比较特殊 我们每一次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按照监友的程序 我们监友民进一点意思 给你们有一点特别的帮扶基金 这个拿个娃娃吧 都熟用 帝帝 帮你顺手 顺手 站起来 没手 这个监友民进一点心意 今天是这样 希望你安安心心改造 不要担心家里门 家里门虽然有困难 我们有政府 有监友 我相信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个一到努力 一定会读过难关 家里门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要操心了 这八个妈妈在 有蛋糕里在 爹爹一天天长大 有地方政府 有个民进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能够读过难关 贵州省王武监狱 于2013年12月 启动特困服刑人员帮扶基金 至2016年6月 共对85名服刑人员的家庭和孩子进行了帮扶 帮扶基金 共发放七万九千五百元 会见中徐平正中的提出要求 要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好好地磕几个头 请原谅儿子这么多年 因为做错是犯了法 犯了国法 给你们炒成了伤害 请原谅我 快快起 这个政府宽大 你才于今天 你先做的 我还跟我母亲口一口头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又到了和亲人们分别的时候了 行我不行 行 行 很不散的河北 很瘦瘦 他整个人很瘦瘦 只能都是一骨头 见到了亲人 又看到了还是那样懵懂的孩子 徐平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孩子的母亲 那个他曾经爱过 恨过 伤害过的女人 徐平甚至幻想着 在另一个世界的妻子 能够听到他 迟来地忏悔 如果三天有你 你能够见到我 我现在都能够走 如果是来自我的业意 如果是来自我的业意 下边是死我的女儿 能好好地改靡一会儿 太厉害了 人性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